好 这个看起来呢 在中东的美国现在越来越没有着力点了 这个拜登此行呢 跑了一趟挺辛苦的 但是又没有什么实质的收获 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的原因 关键其实是在于 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积极的要去深耕 跟中国这个中东的国家呢 努力的发展友好的合作关系 不过呢 那现在美国呢 放眼在印太 那么又要在亚洲 要拉拢包括日本啦 韩国啦 我请教一下谢大使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财长叶伦 那么他的有亚洲型的最终战 是要拜会南韩的尹锡悦总统 还要参观LG 那么据了解好像还说要讨论一下 看看怎么样能够再针对 包括北韩啊 还有俄罗斯啦 来进行制裁相关的事项 你看他这次能够有什么斩获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这样看 就是美国抓尹锡悦这个政府 抓得非常的紧 反正他亲美嘛 对 其实我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尹锡悦从选举开始 美国就已经在抓他了 那最后让他以些微的领先 赢得了这个韩国的大选 成为韩国总统 那他在选之前 他当时在Foreign Affairs提到了 写了一篇文章 就已经把他的外交政策立场 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我觉得他这个当时可能 他写了这样引起美国注意 或者说在之前就有美国 跟他已经有联系了 希望他在外交上做这样表态 都有可能 那不过就是说 在他这个就职以后 像美国 事实上美国总统到亚洲来 第一次先到韩国 再到日本 就是为了引起约 那可见美国对引起约的重视 那么这一次在这个 这个北约的峰会里面 还特别叫日本 跟韩国的这个领导人 一起到这个欧洲去开会 北约的峰会 这在接下来你看 这个叶伦财长 有必要跟这个跑到 特别他当然是回程 特别跑到这个韩国一趟 你就可以显示出来 拜登政府对引起约这个政府 非常的重视 而且希望他在这个 这个美国的整个的 全球的战略里面 希望韩国扮演一个 很积极的角色 那引起约目前为止 都配合了 都配合了 可是我觉得他 其他国内的压力 他也一直 我想他有透过很多管道 不管公开或者是暗地下 也跟中国大陆表示了 他没有针对中国大陆 要以中国大陆 做一个明白的 一个对手的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有做这些动作 那美国对他的争取 或对他的掌控 会越来越加强 所以任何时候都想到他 然后现在一步一步 把他拖下水 所以韩国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是美国 拜登政府里面 重点要把他拖下一个 美国在东亚地区 一起联合抗拒中国大陆的 一个重要棋子这个角色 那么隐习业是不是能够做到多少 他能够抗拒到多少 我觉得就他上任以来 他的支持度剧烈下滑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他迟早会提到铁板 这个铁板是来自韩国国内的 重要的大企业 他们在中国大陆有重大投资 各方面利益市场利益的 可能会对隐习业目前这个情况 我想迟早会表示出他们 反对的一种 一种用一种某种方式 来表达他们反对 好 不过另外一边呢 其实我们看到南韩的外长 已经到了东京跟日本的 外务大臣会谈了 两国希望能够迅速的修复关系 这个亮哥其实本来日韩关系 不是挺不好的吗 那现在说要修补关系 那因为外长能够会面 就能够谈出什么样子的 更好的结果吗 不然是越想修补 他是他主动的 所以去了日本吗 他就是想修补日韩关系 我认为中国那一个部分 他不敢乱来 事实上第一个四金石就是 美国要组的那个金片联盟 韩国企业如果不愿意参加 你韩国怎么办 韩国现在都没有说要加入 我知道 那就是因为三星跟海力士都反对 这两家在中国有太大的利益 那我看你怎么办 48% 对因为这个就是他亲美的四金石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停美国 那这个就是美国最核心的政策 他搞那个印太经济框架最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半导体联盟 那如果你连这个你都搞不定韩国 国内两大企业 那拜登大概就看别你了 因为对美国来讲 比如说要不要装第二套萨德飞档 那个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最重要 就是半导体要围堵中国 虽然说中国在14纳米以上量产以后都不是问题 可是就是说14纳米以下的这个就是韩国跟台湾可以帮大 那美国就是铁的心要围堵 可是目前看起来我认为尹熙越压不住 压不住 所以美国就等着看了 好 大家请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因为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泽伦斯基 现在看起来压力也挺大的 是不是也扛不住了呢 他开除国安局长还有总检察长 因为他说这两个人管的机构 有大量的官员在跟俄罗斯勾结 超过60个官员还留在俄罗斯占领区对抗乌克兰 而事实上说有多达651起涉及检察官办公室 跟国安局的机构的官员 叛国或通敌合作的刑事诉讼 泽伦斯基这样看起来压力很大 可是有一些西方媒体 像包括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 瑞士就有媒体 把他视为超级英雄 然后把普丁视为恶棍 你看把他画成像是小丑的普丁 以及像是美国队长一般的泽伦斯基 那么到底是不是把他捧得太高了 那你说普丁他真的是像小丑吗 可是你现在就现实面来说 到底是如何 请教赖老师 现代版的欧洲 呈现出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就是鲁迅所写的 阿Q正传 就是这一些媒体已经都变成阿Q了 他们是很典型 还有就是欧美的这一些情报机构 政府机构国会议员 他们都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阿Q正后群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扮演阿Q了 也就不认清现实不认清事实 然后就活在这个幻想中 然后把普丁就是用激进 这样的一种毁坏自己暴色的行为 然后就把他丑化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看之前传说他罹患癌症 接受化疗失踪 然后那个失智失能 手会战斗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讲出来 每天在讲这个 现在一个情报官员承认了 说这些都不是事实 普丁好得很 而且他国内的民众 对他的支持度高得很 他的威望震荣震慎 俄罗斯人支持普丁 所以他们的国内 没有你们吹嘘的那样的说 在反对普丁 然后要给他弄乱子 然后国内会产生什么问题 没有 稳得很 为什么因为战事没有发生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 然后在乌克兰 是不是战场形势就越来越不利 然后他自己又搞不定这些人士 这些人士都是他亲信 就国安局局长是他的亲信 他一起拍电影的伙伴 不过讲到这里 我想观众朋友没有觉得很怪 一群拍电影人去支持乌克兰的政府 这也很厉害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